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现在呢 疫情持续的在滚动 但是大家都在讲必须要打疫苗 因为来看看欧美国家 现在部分国家说疫苗的接种率是已经足够了 而且可以开始解封 把时间交给宜玲 好没有错我们就先看到呢 就是欧美各国其实陆续都已经开始 在逐步的慢慢的解封当中 就先来看到的就是英国 英国的卫生大臣韩考克 他是宣布啊截至目前为止 英国已经接种了超过6000万剂的新冠疫苗 那其中有超过2200万人 也就是大约43%的成年人 他们已经打完了两剂疫苗 另外还有72%的成年人 至少都打过了一剂疫苗 那另外呢 好这个英国的公共卫生署研究也指出 辉瑞疫苗对印度变种病毒的防护力 是将近九成啊 AZ也有大约是六成的防护力 所以在预防重症以及死亡方面 而是相当有效 韩考克就还表示 这是英国抗疫的伟大里程碑 他现在也越来越有信心 政府预计能够在6月21号的时候解除封锁 所以他们现在是预计 6月21号真的可以解除封锁了 但是尽管印度的变种病毒 B1617它的爆发 还是有可能会打乱解封的步调 但是如果到了6月21号 变种病毒获得了完全的控制 那所有的社交接触的一些限制都会被取消 商店还有零售业者他们都可以开业 也会允许夜店以及酒吧重开 不过内政大臣巴特尔他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目前逐步解封不会是一路绿灯 那民众必须还是要保持谨慎 遵守所有的防疫规定来以防万一 另外也要看到以色列也是即将在6月要解封 那以色列的卫生部23号的时候表示 他们大约92%的50岁以上的人口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而且22号只有通报新增12例的确诊病患 相较于年初的时候 他们单日是1万例 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只有12例 所以这个数字很明显的下滑了 因此他们是不会延长封锁的措施 那国内的第三次封锁禁令将会在6月的时候结束 卫生部长就表示 这样以色列的经济还有公民 他们可以享有更多的喘息空间 但是同时他一样也是强调 如果疫情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也有可能随时会再次的实施封锁 那目前以色列他们仍然是禁止一些高风险的活动 并且对特定的区域的群聚人数还是有限制的 但是如果国人他们持有已经接种疫苗的绿色护照 就能够享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那现阶段以色列连已经开放了少部分 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可以入境以色列来旅游 卫生部门也正在重新的检视 在封闭场所戴口罩的规定 以上就是这集的全球大小事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